韩国瑜近来屡次表态2020不在他的考量之内,被外界解读为2020不参选,不过,国民党内人士透露,韩不选2020完全是错误解读,强调他还没做出决定。 诺内斯资料照,记者郭俊辉设今日天气,东北季风来袭,各地有感转良景高平烧暖今一日东北季风影响,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天气较凉,其他地区早晚一凉,昨日晚起华南云雨区东移影响,台湾北部及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,其他地区及澎湖、新门、马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,新天持续受东北季风影响,加上华南云雨区东移, 深夜过后各地降雨几率都将逐渐升高,标其北部,东北部及东部地区降雨范围较广,至于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,温度方面,昨晚到今天是这波东北季风最强的时候,各地的高低温都会比今天来的低,清晨北台湾低温只有14、15度,其他地方也会下降到17至19度,感受都较为偏凉,偏冷,白天北部及宜花持续偏凉, 高温约17到20度,而中部及台南,台东则在20至24度,相较于昨天也有转凉的感觉,景高平仍有26、27度高温,提醒大家要留意这两天温度的变化,错误解读, 韩国瑜不选2020亲韩人士这7次皆关键高雄市长韩国瑜声量居高不下,各界都有声音要拱他出来参选2020总统,但韩屡次重申2020不在考量之内,上3月30日晚间更在脸书PO文表示, 就这4年的时间,我会让大家看见我履行默言的决心与毅力,让大家看见高雄的成长与改变,不过,国民党内人士透露,韩国瑜不选2020完全是错误解读,强调他还没做出决定, 高雄市长韩国瑜,图,翻设自韩国瑜脸书下一步棋,韩国瑜坚持不选2020战维中神解18字结论2020大选进入前哨战, 虽然高雄市长韩国瑜声量居高不下,党内外都有声音要拱他出来参选,但他屡次重申2020不在考量之内, 上3月30日更在深夜播出明志文,强调就这4年的时间,我会让大家看见我履行默言的决心与毅力, 让大家看见高雄的成长与改变,针对韩国瑜的下一步该如何走,命理师詹维中铁口直断, 作出18字结论,共军歼11战机穿越台海中线空军紧急升空拦截中国大陆解放军两架歼11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